有些人的人格 精神 情操 风骨真的是令人非常的赶佩 那么刚刚看到了善国喜书籍主教 接下来看陈述局 他到菲律宾去领取这个亚洲诺贝尔奖 接受主办单位专访的时候 他很谦虚说 自己只是卖菜 平凡 小人物 完全没想到过会得任何的奖项 笑容灿烂的陈述局 站在同货卖格塞塞奖的得奖人中间 显得个头娇小 但他卖菜助人的爱心异形却让他显得伟大 接受主办单位专访时 他朴实谦卑的态度 更让在场所有人动容 我想都没想会得到这个奖啊 因为我只是在做 在卖菜会得到这个奖 我想都没有想 有记者问陈述局如何忍受单调的勤俭生活 数据阿嬷说 留德不留财 他就能快乐自得 麦格塞塞奖在官网上介绍陈述局时 因此特别强调他 一生奉献改变年轻人一辈子 而陈述局也将把5万美元的奖金全数捐给台东马街医院 作为筹建重症病房基金 抛砖引玉 为台湾带来更多希望 中期新闻 吴文山报导 绝论